最近,已居德国著名环保生态学水利工程学专家王维洛博士在一篇撰文中写道 2023年12月18日深夜,在中国甘肃、青海发生的6.2级地震是水库诱发造成的 看中国记者就此采访了王维洛博士 王博士您好 据大陆媒体报道,一个多月前,在中国甘肃并波及到青海的地震,就阵级来讲不是特别大,但破坏性极强,而且波及较广 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根据中国地震台湾的报道,这次地震的阵级是6.2级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资料是5.9级 还有一个资料是中国地震局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地球物理系,他们在最早时间发出的一个是6.0级 就记录地震,它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地震的强度,还有一个是地震的烈度 地震的强度是按照它释放的能量来计算的,这是一个数量化的指标 而地震烈度呢,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指标,它是根据地震对地面的影响来判断的 比如说这个地震造成了什么样的房屋的开裂,这个房屋是倒塌了,还是没有倒塌 这种描述来记录的,那么就是说地震地面的这个破坏程度越大呢 它的地震的烈度呢,也越高 在计算地震强度的时候呢,5.9和6.2之间呢,好像差了就0.3 但是呢,它的这个计算的公式呢,一个10的指数的公式 就是说中国地震在测定的这次地震,它是6.2级的时候呢 它所释放的这个能量呢,将近是美国地震调查局所说的这5.9级的三倍 相差就比较大,不在于看到的这个0.3级,而是13倍的这个能量的大小 你把这个地震的震级报得越高,天灾的份额呢就越高 这一次其实它不是一次强症,它是一次弱强症 5.9级的地震造成这么多人员死亡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到12月22号,甘肃呢死了117个人 青海呢死了31个人 在这样的等级的地震当中呢,它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 而且特别是就是说房屋倒塌的数量 有消息说呢,甘肃省倒塌的房子呢超过了15万柱 甘肃省的死亡人数呢,主要原因呢是房屋倒塌 而青海的,有30多个人死了,是泥石流 就是青海这次随着地震之后发生的这个泥石流 是十分可怕,它是从地下冒传 而且呢,它的粘度很大,流动的速度很快 当时青海省明河县的这个中川村子里的村民 看到这个泥石流来了,它也没有逃生的可能 它们就被活活地埋在了泥石流底下 至于这个泥石流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的专家呢,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大陆媒体还报道指,此次地震位于甘东南地区 距离最近的断层垃圾山北原断裂约3公里 初步震源机制结果显示为逆冲行破坏地震 您在专门中提到,这次的地震是水库诱发地震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根据中国地震网站的报道 这次地震,震中它是位于这个基石山县的柳沟村 距离这个基石山县城有8公里 基石山县城在它的东南面 但是这次地震中甘肃的117人死亡 并不集中在这个震中的附近地区 而是发生在黄河南岸 距离这个镇中有14公里的大河家镇 这个大河家镇距离基石峡大坝大后的水库中心 只有800米,它距离这个水库最近的距离只有600米 我们说的青海省死的人在明河县的中川乡 它是在黄河北 它距离这个大坝正中柳沟村是15公里 它距离这个基石峡大坝工程也就几公里 也很近 基石峡大坝它是一座坝高高于100米的大坝 它是黄河上游梯机开发的25座大坝里面的其中的一座 在黄河上游从兰州附近的刘家峡到上面的龙阳峡之间 大概将近900公里的距离 中国建造了25座大坝 平均三四十公里就是一座 但是在基石峡水库大坝的这个地方将近是20公里 就是一座最高的一座大坝是250米 就是说中国对于水库诱发地震的这个认识 或者说世界上对于水库诱发地震的认识 还是处于非常肤浅的一个阶段 他们不知道这个诱发的基本的原因和它怎么就是发生这个作用的 他们只是在对发生的这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 归纳得出的一种特征的描述来判断这是不是水库诱发地震 1930年以前 那时候建造大坝坝高还没有超过100米 所以当时认为水库不可能诱发地震 或者说水库是不可能诱发超过五级的地震 美国的胡佛大坝水库历史在技术上是一个突破 就是说它能够突破100米的这个高度的限制 在1939年胡佛水库发生5.0级的地震的时候 人们回看的时候就是说在希腊的一个大坝降完以后 这个地区在1938年也发生了一次5.0的地震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水库也诱发了地震 所以当时就把这个认识进行了修正 就是说水库它可能诱发5.0级的地震 1962年中国广东省的新丰江水库发生了6.1级的地震 1963年占比亚的卡里巴水库发生了5.8级的地震 那么就开始进行修正了 1967年印度的科伊纳水库发生了6.5级的地震 人们又把它就进行了修正 说水库诱发地震的这个最高的震级是6.5级的 我们从这段历史上可以看出 人们对这个水库诱发地震的这个认识 它在不断的一个总结归纳之中 在一个不断的修正之中 7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呢 对水库诱发地震呢 组织了一次世界的专家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终止了 因为发达国家不建设这些大的水库 所以呢这个认识水平呢就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那么这个水库建设到哪里去了呢 就到了中国来1986年中国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时候 就对三峡工程是不是会诱发地震最大的等级是多少呢 就进行了讨论 据我了解呢 它一共进行了7次这个研究 结论呢是三峡工程会诱发地震 对诱发地震的最高震级是多少 有不同的意见 大概有5次研究 认为呢是三峡水库可能诱发地震的最高的震级呢是6.5级 最低的一次研究呢 他认为呢是可能发生5.5级的地震 中共最后呢是采用了5.5级的这个结论 说会诱发5.5级地震 这个点呢在距离三峡呢 大概有十几公里的地方 所以呢到了三峡大坝 它的这个地震烈度啊地震对地面的这个破坏呢 它最高的烈度呢是不到7度 那么三峡工程设防呢是8度 所以呢他认为三峡工程呢 对于防止地震呢 它是安全的 这是结论 我们这里引用一下中国的两个院士 他们在三峡工程地震方面呢 是起了拍板的作用的 一个叫城后群 一个叫城域 他们总结了五个特点 地震的震中呢 就分布在这个水库的周围 距离水库的位置呢 在五公里之内 震源的深度呢 大多数是五公里 很少有超过十公里的 诱发地震呢 最高的震级呢 是不会超过6.5级 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呢 不会超过1% 在水库蓄水的初期呢 它会出现地震 但是呢 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逐渐呢就减弱了 这个危害呢就消失了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水库 诱发地震的历史上 在认识上 中国广东的新丰江水库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6.1级的地震 突破了当时认为的五级地震 第二个 广东省新丰江的这个水库 诱发地震 它是在1960年发生 到现在这个时候 它的地震还是在持续当中 60多年了 另外您在撰文中还提到 中国专家对水库 诱发地震的认识看法不同 我在文章当中 引用了好几个中国专家 对于这方面写的这个论文 比如说福建地震局的杜韵联 他当时对29个水库 诱发地震呢 进行了资料的整理 得了一个结论说呢 他说中国霸高100米以上的 这个水库 诱发地震的代率是25% 要比这个陈立群和陈宇院士说的1%呢 要高得很多 因为那两位院士 他在研究的时候 他是不分霸高霸低的 他把所有的这当时的 大中型水库呢 都混在一起说 而杜韵联 他在研究的时候呢 就把不同的霸高呢 进行统计 范晓是四川地质队的总工程师 他对这个水库地震呢 也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和看法 那么特别是2008年的 这个汶川大地震以后 他认为呢 这个汶川大地震呢 是由紫平铺水库诱发的 他还特别介绍了 这个诱发的过程 并不是紫平铺水库 直接触发了这个8.0 或者8.2级的 这个汶川大地震 而是紫平铺水库 先诱发了一个 级别比较低的地震 然后这个地震 引起了龙门山 从紫平铺水库 一直到北川的 这条锻炼活动 引起了这个活动 所以才又就发生了 这个8.0级 或者8.2级的这个地震 当时中国有很多文章 也赞同他的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从这个地震的 这个震波上可以分析出 为什么这么解释 是站得住的 2013年中国地震中心的 马文涛等好几个人 发表了一篇 水库诱发地震的案例 比较与分析的文章 这是在中国地址上发表的 他研究了世界上的地震的案例 是150例 在我掌握的资料当中 就是这个研究 他所采用的地震的案例 它是最多的 其中呢 就是说 政绩超过6级的 用了5个案例 2008年的 汶川紫平铺水库地震 1962年的 广东省的 新丰江水库地震 1963年的 赞比亚的 喀里巴水库地震 1966年的 希腊的 一次地震 和1967年的 克伊纳水库地震 我认为 它的一个意义 就在于什么呢 它把这个 紫平铺水库的 诱发地震 和中国的 这个汶川地震 收集在这个 水库诱发地震 案例之列 而震级呢 就不是原来的 这个6.5级了 它可能就突破了 这个6.5级的范围 马文他的文章指出呢 水库诱发地震的 和水库的 最大距离呢 可以在20公里以上 就是说 印度的克伊纳水库 是6.5级的地震 它距离水库的 这个位置是27公里 还有一个水库 它距离 这个地震的震中 在90公里 它也裂在这个水库 诱发地震之列 还有水库 诱发地震呢 这个震源的深度 那么陈渝院士认为呢 最多在5公里以内 很少超过10公里的 马文他指出呢 在150个案例当中呢 震源深度呢 大多数呢 都小于12公里 也有就深度超过10公里的 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就印度的克伊纳水库的地震 它的深度是32公里 马文他文章当中呢 给出了这个水库诱发地震 震级和列度中间 那个关系的分析 这个分析呢 我认为是很重要 它给出了两个模式 因为按照西方的 这个科学的概念呢 你要是不给出一个数学模型 它会给你做另外的这个评谈的 就是说这水库诱发地震 和自然地震当中的 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于同样的地震级 水库诱发地震 震中的列度 要高于自然地震 我们就说 吉时辖水库地震的那个地方 使用最多的不在震中 在靠近吉时辖水库大坝的 附近800米的地方 青海的那个地震 也是在黄河北岸 靠近大坝工程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 它的这个强度不大 但是烈度高 破坏性强 所以根据那几位专家 他们所总结的 就是水库诱发地震的特征来说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次的地震 是由于水库诱发 所引起的一次地震 特别是 这里不是一座大坝 而是25座大坝 有一个加拿大的工程师 发表了一份文章 叫做中国西部地震灾害与水电大坝 他就提出了一种理论 叫做地震叠加效应 就是你不能只看一座水坝 它对于这个地震的影响 而是要看这个梯极地震 就是它累积起来的这个地震 他说因为像这样的这种强度的梯极开发 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还没有尝试过的 他就认为了水库大坝对于这个地震的影响 你不是研究一座大坝 而是要累加 比如它的蓄水高 不是只看一座大坝100米 它上面还有一座大坝250米等等 你要看它累加的这么一个影响力 最后引用四川范晓教授的他的一句话 他说如果是一座超过100米的大坝 它诱发地震的可能性25%的话 那么黄河上游 龙阳峡至青铜峡之间的25 做水库的这个梯机开发 它诱发地震的比例 就是一个100%的概率了 我们说的这个水库大坝工程的安全 它的核心不单单是大坝的本身 不是大坝倒为倒 而更重要的是看 受大坝工程影响的 在地震影响范围之内的 这个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就像这次这个地震一样 在经历了烈度为8度的地震之后 据说这座大坝总体还是可控的 在正区范围内的几百座水库大坝 也经过了所谓的检查 说是安全的 但是正区里面 十几万座房子倒塌 起码有151个人失去了生命 就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 其实是水库大坝工程的安全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